入撇短 那長這個又讓毛筆有點攪動 它這裡不太巧一點點而已 關關 因為前面那個字破掉,所以這裡還有點破 那它下面就可以沾摸 所以看起來那一點是比這裡面比較破的地方 應該是延續前面那一筆 然後關 這個應該有摩擦 所以才是一點崩石的金石器 關 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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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顯得比較小 這裡應該有擠啊,所以看起來比較破掉的效果 那上面這裡又是安定的效果 這邊墨多,你就讓它顯得安定 顯得安定 一會兒 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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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墨的效果 那你就稍微一點耐心 讓墨可以稍微吃到紙裡面再走 不要寫的每個字都是火氣 現代人沒耐心 所以現在字也都追求火氣 這裡就稍微露出一點點火氣 好 光這裡水多 你就墨沾多一點 讓它看起來比較 哇 暈的效果 這裡啊 下面這裡稍微放鬆 這跟力數其實不一樣 這種放鬆法應該是比較接近鄧氏魯自己的方式 稍微推上去 這一點是不小心點到不用理他 不是裝飾用的